你好,财经揭露啊,大家好啊,这一节我们讲一下香港楼市 是,何志光,因为其实香港的股票市场虽然精彩,但楼市那边其实都很紧张 因为其实近期很多新盘要出啦,每个都是50、100啊,卖一下 但是,其实销售不是很理想的,我不断听着那些资料 一手不好,二手是很难搞的,我们之前都讲过,都在怀疑着 喂,是不是搞那些村长的报道啊,开放式厨房的报道啊 虽然是很真实的,但是会令到那些买家对二手楼是却步的那些啊 所以一手,就算这样的情况,一手都做得不好呢 那其实真的,过个礼拜都有重要消息的哦,就是对楼市有兴趣的朋友 真的要数着他们那些一手呢,卖成怎样哦,OK 那,那我们看看啦,金管局的预警啊,那里啊 在这儿,在这儿 呃,预警呢,港息长时间高企啊,这些就是太适合了 是啊,看一看下面他们的说什么,OK 是啊,读完去吧,读完去吧,读完去吧 本港包括三家發鈔銀行在內,多家銀行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 然而港元策息HIGHBOR持續上升 與樓岸相關一個月的HIGHBOR連升七日報4.7964 為五月下旬以來最高 本港高息環境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 該局要長時間觀察及考慮多項因素 才決定是否有需要調整逆周期樓市設施 地產代理界呼籲政府若有意協助市民上車 應該盡早落實減額 地產界那些經常都說要減額的 是呀經常聽聽了 聽了半年了這些東西 經常都說要減額 可能超過半年了 是呀,那減額這招是否真的幫到手呢 我真的不懂這件事 我想不會減額的了 是呀,因為問題就是 當年有辣椒的時候就急升 如果你減額會不會倒過來走呢 這個真的要小心喔,減額 那我想會不會好像九七九八年那樣呢 政府借錢給那些第一次買樓的那些朋友 那就可以消化到某些樓盤那些存貨 如果不是的話,我自己個人都不懂 怎樣逆周期樓市措施可以幫到手的 那我想其中一個重要的啦 就是如果香港人個個都賺到錢的 是不是?個個都有工作,份工OK的 那他加息都不是大問題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加到這裡的時候大家都感覺到有點辛苦 那如果那個香港的息仍然是這麼高企 那接下來大家就要捱下去了 那我就最擔心就是 人家就叫停了那個加息 但是因為我們是落後於人的嘛 那所以如果那個hyper就這樣升的話 那大家那個公有負擔呢 又要繼續加上去的了喔 那其實呢就一點都不好玩啦 這個遊戲啊,艱難都是 是,那何志哥,有沒有這件事補充呢? 我們先繼續吧 好啊,那我看孟晚舟 華為孟晚舟 好,2999萬沽澳運站福色豪宅 9年賺1129萬 是 9年喔 即是說它是2014年佔中那年賣喔 沒錯,我看過那些報道 就是,它好像在那附近都不止這一層的 還有的 那,你知道應該是西九附近那一堆 那很多國內人 嗯,那奧運站應該會不會有一個豪宅呢 對鄭海叫什麼 是啊 對鄭灣1號啊 類似這樣的名字 即是那一堆 是啊,就是 它是 每棟樓只有兩火而已 嗯 接著就看著避風航景 看到中環海境那個 那我大概猜到是那個 是 是 是 那個全海境的 是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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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問題呢 就是 很多,很多呢 行內的那些代理呢 就說呢 開了那關之後 啊 那就 國內人就會來買樓的了 是吧 嗯 那,那 他真的正確實是大陸人啊 哈哈 但是你香港是沽樓的 哈哈 喂 你 你都 你都不會當他是Lulu啊 是不是 他絕對不是Lulu啊 他絕對比我厲害 很多倍啦 是不是呢 比江志余厲害很多倍啦 是不是 他的決定就是 賣樓啊 即 即 既然賺那麼多錢 如果香港是OK的 即他覺得香港樓市OK的話 為什麼不看久一點呢 嗯 而且那個單位很稀有的 應該是稀有的啦 很稀有的 叫一號銀海 即我猜是一號銀海啊 我不確實啊 嗯 如果你一號銀海 是很稀有的盤來的 那個海景也很稀有的 你九年賺得千一萬呢 即是賺了四五成啦 那現在是可以賣到三千萬的樓 當然是一些很有質素的樓啦 不是假豪宅啦 至少買那個都覺得他是豪宅才值三千萬的嘛 那他都要拿出來沽 那難道真的在他的見識裡面覺得 即香港的樓市豪宅是有問題的 是吧 嗯 不止一個物業的咯 他應該還有的啊 看他接下來會不會沽了其他那些 哈哈 我不知道啊 這個就是一個事例大陸人沽樓 開關大陸人沽樓 不是大陸人買樓 大官大款出來沽樓 啊 OK 那最後我再看荷蘭銀行啦 上次我們說舊樓的情況啊 收購的情況啊 還是可以照顧它 OK 荷蘭銀行說 其實收購舊樓呢 七成以上的業主呢 都是大業主或者是田申之旅呢 以七年樓的收購呢 根本是官商勾結的了 嗯 明益業主的了 我覺得呢 事件局是應該淡出的 因為呢 任何減少優惠呢 都會被人罵的了 就是事件局 嗯 事件局真的沒得生氣了 其實沒得生氣都合理的了 是啊 你得罪那些業主啊 那些業主不是普通業主啊 大哥 很大業主啊 是不是啊 他不砌你 肯定砌你啦 你減少 有些好處給人 是不是啊 那賀子哥麻煩你繼續 不是這個 又是九七後才 聽到這個七年樓價這件事 但是整這件事 我想英國佬不做 九七後做 其實這些都很明顯 是有問題的啦 那英國佬當時沒有這樣做 那市局重建都還能推倒一下 其實之後是推不了的啦 一趕了這個七年樓價這件事 但是什麼都好啦 那做了 上了就不能退的 那OK 只要把舊樓強拍的門檻降低 等私人主導重建就是啦 嘩 還要降低 要加多少賠償給業主和租客 政府是可以立法的 有人說啦 填海的成本是市建局收回舊樓的成本 大約六十分一啦 嘩 這麼厲害 在商延商 政府是應該專注填海的 維港不給填 九龍新界大嶼山大把海可以填 填上的套路港都可以 這個我很贊成的 套路港我覺得都應該要填的 沒有保護海港條例的 反正填海對中國基建來說 是Easy job 沒有難度的 香港政府想填多少就多少 阿爺可能真的想政府淡出市區重建的 直接填海做CBD都不頂 也都是做了啦 有個CBD在明日大嶼嘛 是吧 是 三個人工島不斷賣廣告的 在電視上都見到這個 中部水域那三個人工島 就是在各交易州那裏 在那30秒廣告還是20秒廣告 就是迫告訴你政府一定做的了 中國的高鐵站很多都不在市中心 只要交通配套全新發展點都是簡單容易過重建的 全新的發展區規劃交通環保電力都會與時並進 好像香港不斷地增加樓宇密度 很多東西特別是交通根本是死症的了 市區重建只會是加薪問題的 另一個問題是趕車不上 未來很多退休人士會選擇 珠海中山或者是連堂之後的惠州 香港房屋的subscribe和demand都會變得更健康的 這個都很認同的 這個位置 你說很多退休人士要走 亦都按我理解一下 我剛剛才知道 現在是正在建的 中山是會有廣州市廣州地鐵的18號線正在建的 其實廣州可能會關上中山的 總之中山就不是一個二線的城市了 可能掛了廣州的Title 大家留意這件事情 現在心中通道開了 如果對香港人來說 你去中山住不是一個很 怎樣說 你搬去窮鄉僻人住 現在不是的 現在 嗯嗯嗯嗯嗯 嗯嗯 方向就是 就近的城市大家連齊 如果你的長遠發展 可能你的佛山啊 臭鬼 中山會不會變成廣州一部分呢 有这个可能性 那总之是那样东西 政府整个大趋势 填海的价值 做饼的价钱比重建 收地很多 或者搞新市镇在新界 比如北部都会区 这个都真的会做 是 你北环线有三个新的站 是吧 在那里搞这搞得好 好过去做市区重建 是吧 市区重建就麻烦了 因为不少人 是 以往那样多年 都是 用了比较高昂的价钱 买了一些旧楼回来 希望等市区重建 就有暴力了 那似乎趋势上来说 这件事 就已经是越来越 不合潮流了 已经 不合适 不合适 那些 或者是 或者是 等市区重建的时候 就将那些 楼宇 就将它间开了 建成劏房 收租来养治自己 你都不排除 死起来 真是 如果收紧建筑条例 或者找屋宇宙查你们 总之劏房说你违法 全部都要拆掉 全部要拆掉 全部要拆掉 要你还原了 你令到层楼 重了负荷 是啊 另外一件事 大吹小了 填了海之后 有一堆的 比较容易弄一些公屋 居屋出来 即是说下一代的年轻人 就未必需要捱那些一千万的楼 那些什么呼吸策 那些仆佳东西 不需要捱的 可能 南岭一些 基层一些的 就是公屋 比较 中产一些的就是居屋 新加坡那些真的很有钱才想私人楼 这个似乎是香港发展的大趋势 都是好的 学一学 香港房屋的供应用 就会改变 跟着变得更健康 这些老人家 上一年多的 会开车的 就全部上去大湾区 比较乡下的地方 低价的地方 那就退休了 都是挺好的 在上面吃喝玩乐 OK 何志哥有什么补充 你只是说什么心中通道 跟着 下年的通车 跟着 有个叫 深江铁路 深圳和江门 是会打通一条铁路的 即是说 香港西铁站 现在向东走 去到福建可以暂停 但是向西走 去到广州南站 就总站 跟着要转车很麻烦 地市可能是打通了 在香港西铁 在香港西铁 不经广州 就继续去的 中山 恩平 就继续去的 地市可能向西面 搬 那些老人家去 向西面搬 是不奇怪的 不只是向东 可以向西的 嗯 这些东西 就是大家想 就是 就是 香港是不是 楼市还有没有可以玩呢 就是 我只能够这么说 就是 如果 是 香港人的人工 能够支援到的 一个合理的价钱 就一定有得玩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上了太空 那就给太空人玩 就是这样 可以 天星人 太空人 OK OK 先说这么多 不要管这么多 OK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